在地人在地前 來講這個車頭的名 這個車頭的名要怎麼叫呢 世代不一樣 拿這個高雄車頭來做一個案例 那三十歲以上的朋友 台北人沒有特別的感情 就直接叫高雄車頭 不過少年一輩的人 包括二十多歲 或是高中學生 都叫做感情 叫高雄 讓靠近的民眾都不沙沙 聽都沒有 另外要帶我們所有的鄉親 來台南一個社區 特別的地方是 這個地方叫做高雅 跟人家約在高雄火車站 你會說是高雄車站 還是車站 還是熊車呢 高雄車站大家習慣怎麼叫 問看看 才發現說原來不一樣 高雄車站 講高雄車站 高雄車站 這樣而已 三十歲以上的民眾 台北人連高雄車頭 開車開車頭 但是如果少年一點 二十歲左右的朋友 計畫就不一樣了 講高火這樣 有簡稱 高火吧 差不多都會講高火 高雄車站 感情高火 老一輩子在地基民 聽不懂 但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這台書的地名 也讓你增加地線 望路收入高雄火 真的讓這個地名 就在台南人體區 實在來到當地 原來不是因為吃高雄火 是他們的關係 來看當地的北極電 這變成地名有清楚 高雄火兩日 原來叫高雄火 是高雄火 但是大家考慮叫做高雄火 這代價就變成高雄那裡 高雄火 明星第十五 也有這個地方 應發討論